越南17号向联合国大陆架界线委员会 提交了南海外大陆架化界案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令建在18号表示 此举只会突出分歧 计划矛盾无异于争端解决 中方将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同有关方面妥善处理南海争议问题 越南单方面向大陆架界线委员会 提交了南海外大陆架的化界案 其相关的主张 涵盖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区域 侵犯了中方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 违背中越两国签署的 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 和中国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签署的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已向越方提出严正的交涉 感谢您的意义 中方宇宣言